草存症抑止社区为了让社区长辈身体更加健康 特别邀请亚大医院胸腔科医师 来到社区讲解什么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这个其实在台湾它是一个还蛮常见的老年性疾病 主要跟抽烟、空污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疾病可能常常会被大家所忽略 特别是如果说有一些慢性咳嗽、喘、长期抽烟的病人的话 这个就应该要考虑有这个疾病的可能性 另外如果有诊断这个疾病的话 就是要跟医师好好的配合治疗 来到社区宣导慢性阻塞性肺病 让社区长辈们能够清楚知道这疾病的严重性 也让长辈们更加清楚知道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 那有时候那个主射性肺炎 你可能不晓得说你是主射性肺炎 你会以为你是感冒或者是气喘 因为现在肺癌很多嘛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慢性病非常多 那它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很多慢性病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很感谢说亚大他可以 这个林医师他要安排胃教 让老人家也可以晓得说我自己的症状是属于 阻塞性肺炎或者是气喘 现议员李宗宗肯定社区的用心 更感谢林医师来到社区讲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严重性 不仅让长辈们长知识 也让长辈们懂得该如何预防 因为我们现在的空污非常严重 对我们气泡造成这个阻害非常严重 很快就去形成到气喘气喘 所以说我们亚洲医院医疗团队 来给我们指导 让我们社团人知道 随时做检查 随时快速有疼痛 快速来便宜来做治疗 希望透过专业的医师讲解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严重性之后 能够让社区长辈们清楚知道 该如何预防以及治疗 接着李永胜草村采访报道